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台北股市在指數連續漲了一陣子之後 也就是這一段 那來到這個附近 稍微 稍微 稍微做一咪咪的修正 絕對不是所謂的怎麼樣 要摔死 要逃命 如果你看錯節目了 你聽到人家跟你說 這個地方要逃命了 那你就會把股票 在今天殺在相對的低點 對吧 因為你心生恐懼 你習慣聽一個人分析 聽一個人講 而這個人他過去的紀錄 哪怕都是錯的 但是由於你喜歡 你願意選擇相信 那你要付出代價 我舉個例子 這一檔股票 雙紅 今天很多人殺在這個地方 看到沒有 殺完之後收盤就昏倒 怎麼會這樣 那雙紅有機會明天開始漲 你會去殺股票 是因為你認為這個大盤 他會怎麼樣 像有些人講的一樣 要逃命了 對不對 那在這個地方 注意看 在這個地方一定也是相同的人 告訴你說要怎麼樣 要逃命 要自由落體 後來印證完全相反 這裡是絕佳的怎麼樣買點 再來 這裡又一次 現在還沒有殺下來 他就告訴你說要逃命了 對不對 那明天 注意明天 明天如果台肥股市往上噴 過這個高點 你怎麼辦 老船長 也有可能明天是這樣 好 現在重點來了 對不對 明天如果是往下再壓的話 So what 不是所有的股票 明天都要往下壓 像雙紅這一種 他今天壓完了 這一陣子壓完了 他明天漲可不可以 換別隻來壓 是不是 身多周少 整個盤面 很多的族群肋骨在輪動 是老船長一直強調的 你想想看 這一段壓回的幅度 有沒有比這個大 老船長 瞎子 這裡就這麼多點了 這邊才一咪咪25點而已 對嘛 所以哪怕就算來到這又怎麼樣 他可以再選擇往上再攻 對不對 但總之 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 這個就是一個怎麼樣 標準的大多頭 根據盜勢理論 所有的壓回都是買點 買點 買點 壓回在盜勢理論叫做刺激趨勢 主要的趨勢就叫做多頭 刺激趨勢拉回都是買 你們去看一下盜勢理論 是不是像老船長講的一樣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你看錯節目 你相信怎麼樣 你相信怎麼樣 別人可能是胡說八道 隨便講也不用負責任的 他告訴你要逃命 所以你今天逃得很快 我知道你逃得非常快 對不對 你逃完了 這一定要跌停的 因為我的老師說要逃命 對不對 這邊先賣 賣完以後 跌下來可以買更多 你們也聽過這種鬼話吧 這邊先賣 賣完了 跌到這邊可以買更多 這個叫做鬼話跟廢話 下雨天地會師 那怎麼樣呢 重點是下雨天地會師嗎 不是 是會不會下雨 我希望各位觀眾 你們看我的節目 智商可以拉高一點 以後人家跟你說 下雨天地會師 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你要問會不會下雨 一樣的道理 這裡先賣 打到低點可以買更多 這一句話叫做廢話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會不會下來 這樣子你們會不會看節目了 會 很多的分析師他會講廢話 讓你聽到每一句都很有道理 就像我常舉例子 紅燈停 綠燈行 結果被車撞死 你聽起來很有道理 給他綠燈行 紅燈停有什麼錯 問題是有人會闖紅燈 你綠燈行就怎麼樣 他就衝撞你了 是不是 天底下的事情 在股票市場記得 不是你所想的那麼簡單 如果那麼簡單 人人就發財了 所以投資人的想法往往怎麼樣 都會跟著盤面起舞 也就是大盤現在漲高了 為什麼他覺得漲高 因為他底部沒買 這樣懂不懂的意思 如果你底部有買 你一路買上來 他漲高了 漲越高越好 你賺越多 就是因為底部沒有買 來到這個地方 你心裡面會有一種 會有一種感覺 我底部都沒有買了 對不對 這邊當然是希望他高檔 他回檔 回下來這邊我買更多 心態就怎麼樣輸掉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看節目的時候 你要仔細去回想 你看著這個人他講的話 是廢話呢 還是對你有幫助的話 大家明白意思吧 不要講那個結果都很簡單 對不對 現在我把燈打開來 燈沒有壞也是亮的 重點是什麼 燈有沒有壞 如果燈壞的話 沒有辦法打開 就不會亮 燈打開會亮 誰不知道 還要你的老師來講 對不對 這裡我再講一次 你看聽聽看是不是廢話 這裡賣掉 這裡買買更多 那不是廢話嗎 以後不要聽這種廢話分析 重點是這邊會不會跌下來 當然人家跟你講說 這裡叫你賣 這裡買更多 他是認為會跌下來 對不對 之前這邊有沒有跌下來 沒有跌下來 那現在這邊會不會跌下來 我直接告訴你 不會跌下來 不會跌下來 了解 那現在的轉變 這麼容易嗎 老船長好像不容易 而且接下來是12月 12月台北股市上漲的機率比較大 因為是傳統的怎麼樣 老船長你再舉個例子 來 我是不是跟你說你不應該買洪捷科在這邊 你買了以後你更不應該殺在這 因為他會反彈 不要看回升 他會反彈 所謂的反彈就是沒有量 回升是有量 因為有量才有價 所以反彈是人人都有機會反彈 但是沒什麼量 因為台北股市升多周少 量就已經不夠 還分配給你 讓你去解套洪捷科做夢吧 讓你去解套3324 雙紅做夢 但是都會彈 可是不會有什麼量 那你要認賠 你等到反彈再來認賠 價位還比較漂亮 那你殺在今天最低點 雙紅你看這最低點 或者是怎麼樣 8086的洪捷科 殺在最低點 就是看錯投顧節目 你誤信了這個盤會怎麼樣 會死要小心 會摔死 要避開要逃命 股票要賣光光 就一賣你賣在最低點 事實上台北股市 今天有沒有死 尾盤拉起來 最後怎麼樣 暴跌25點 笑死寶寶了 這要死去哪裡 而且量縮到1100億 這叫做下跌怎麼樣 小跌量縮 應該是買點吧 所以台北股市 搞不好今天晚上 歐美又強了 好 明天台北股市又噴了 然後你的老師 不是跟你說要逃命嗎 股票賣光光嗎 這邊賣完下面買更多 像這種廢話理論 馬上就會改 對 他們明天馬上說 這個地方 他們既然覺得盤跌不下來 他們就全力做多了 然後股票不能告訴你 要裝成弄鬼 聽得懂嗎 那老船長前面講的話 前面講的話不算了 那怎麼算呢 什麼 你聽了以後 你把股票撕到最低點 那是你家的事 That is your own business OK 你自己的事情 誰叫你要信 誰叫你是豬腦袋 因為過去他們就是這樣幹的 所以以後他們還是這樣幹 你自己看節目 你自己是長大 你是成人 你要對你自己的行為判斷做負責任 三個字 懂嗎 人家不負責任 你自己要懂得負責任 因為沒有人會幫你 你今天這個殺在最低點 你要怪誰 怪老船長嗎 我叫你不要再殺 當初就不聽我的 叫你們不要買 跟你說散熱模組已經流行完了 你非要買 對不對 洪捷科 叫你說PA流行完了 不要再買了 你們就非要買 非要買 叫你不要殺 你還殺最低 那各位觀眾 我是冤枉大人 對不對 你看我的節目 我不會變來變去 老船長的節目有個好處 我講話你可能不愛聽 因為忠言逆耳 散戶對不對 已經買好了雙紅 買好了洪捷科 看我的節目氣得要死 對不對 跟我比這樣也無所謂 你盡量比 你如果比完以後 我的節目你給我比到站 你的錢會回來 那你趕快比 老船長希望你們的錢都回來 希望你賺番 開名車住豪宅 我最高興 你不參加我會員也無所謂 這樣懂嗎 我已經做分析師做十幾年了 我如果沒有會員 我會活到今天嗎 自然有人智商高 會參加我的會員 這樣明白意思吧 那你是參加別的老師的 你現在扪心自問 你是不是一缸子的股票 是 老船長 你是不是一缸子的股票 已經慘疊套牢 然後你的老師 就叫你全部都抱著 對不對 一共怎麼樣 一二十檔 老船長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 他們就是這樣幹的 一支股票叫完接一支 然後節目上表演三五支 私底下叫三五十支 就是這樣子幹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你買股票要特別的小心 不該買的你不要買 不該殺的你也不該殺 那老船長我們該買什麼 回來我直接告訴各位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 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式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匯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更令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酒價罰很大 一 提高酒價違規罰還 再辦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價聚集或聚策罰更大哦 二 呼氣酒策值 達0.25毫克以上 連坐處罰年滿18歲的 同車乘客 三 酒駕在財 聚檢及聚策在財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 四 酒駕重新考照 去強制加裝酒精所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6000至1萬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 或求饮治療 不得再申請考照 六 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哦 酒駕林隆人 內政部警察署關心您 最近大家都有聽說老船長 看好5G的一檔股票 叫做亞太電 亞太電其實它有它的歷史 早期的時候是東森系統 很多包括我的朋友 也買了一大堆一缸子 後來就一直跌 然後還減之後再跌 傷了很多投資人的心 還有本 所以它是有一個歷史淵源的 所以大家不看好亞太電 是有原因的 那麼亞太電在4G的這一個部分 也沒有搶到什麼客戶 所以都怎麼樣 常年虧損 那麼客戶都在中華電信 遠傳 台歌大 對不對 但是那是4G 4G跟5G最大的差別就是 5G開始要 到處要佈建小型基地台 基地台就像一個面紙盒一樣大小 跟現在4G的基地台 很大一支那不一樣 你要蓋一個很大一支的 老百姓會反對 不容易找 所以亞太在這方面很吃虧 台鐵是亞太的大股東 當初本來亞太可能也有這個想法說 在台鐵的沿線來做基地台 這個不錯 你看鐵路對不對 這麼長從頭到尾 從南到北 可是台鐵是公家機關 他讓你這家差 不讓別家基地台嗎 所以不行 這樣各位懂意思嗎 好 那4G客戶搶不到的情況之下 股價就摔死了 就一直跌 各位看到沒有 亞太電 有沒有 一直跌 剪製之後再虧損一直跌跌跌 跌到這邊的時候 不一樣了 大家看到沒有 這是一個W底 他現在要來上這邊來越過頸線對不對 但你注意看他的量 我們先看量 這個爆大量 你們都學過 底部 股價 股價的底部爆大量 是要買還是要賣 股票的價錢是要標還是要殺 當然是要往上走 你們學最簡單的技術分析 高檔爆大量 頭部死 底部爆大量 標 這沒有亂講 這是從技術分析來看 那從基本面來看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來 我們請老婆照鏡 照最近 這裡有5家電信公司 有沒有聽過台歌大 有了 遠傳 對不對 台灣之星 中華電信 這個是哪一家 這什麼GT鬼 GT就是郭台銘的郭台 GT 聽得懂嗎 這個就是亞太電 他標榜的是智慧生活 亞太電這家電信公司 跟其他四家不大一樣 怎麼說 其他四家的背景 你看很多是金融業跨竹的 對不對 背後的大老闆 都是金融業 不懂電子的 這背後完全是電子的 就是亞太電 那我說過5G重新布建 小型基地台的話 誰的cost down最厲害 就是誰的成本可以降得最低 一定是亞太電 對不對 光鴻海集團有台陽 有怎麼樣 健漢 你其他的電信公司 就是很單純的電信公司 聽得懂嗎 大家一起來布建所有5G的東西 郭台銘他一條龍整合 絕對比你們其他家要來得低 而且4G玩不過你們就算了 因為有基地台 這個平寬的問題 現在5G是比較高科技 重新來 郭台銘勢在必得 他買了100萬張10塊錢 就私募的亞太電 那你看看 現在亞太電多少錢 7塊多 大家拼命賣 沒關係 你們這些賣的人 我就問你們一句話就好了 來 你比郭董聰明嗎 我不要問你們有沒有比郭董有錢 不用問 我們沒有人比郭董有錢 那是廢話 不要問 我的節目不喜歡做那種廢話節目 我會問你們有沒有比郭董聰明 在你們認為這些賣的人 7塊多 8塊多在賣的人 他們一定覺得 他們比郭董聰明多了 對不對 連亞太電怎麼可能會超過10塊 7塊 8塊已經不錯了 從這裡開始漲 漲到這裡趕快賣對不對 現在不賣更待何時 郭董傻瓜買100萬張買10塊的 對 你們都比郭董聰明 結果人家有紅海帝國你有什麼 我今天策標寫兩個字 什麼叫做格局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人 但是呢 雖然有這麼多不同的人 但是你去看那個格局都大不相同 那個格局越大的人喔 他人生的結局就越大 那個格局很小的人喔 那個結局不會到哪裡去啊 像有些人他來股市 他只要賺12850塊 他就覺得哇 世界就是他的神經病了 他就很爽 覺得他是古神 這是散戶的心態啊 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嗎 你們現在任何一個人 譬如說你去買7塊多的亞太電 你都比郭台銘買的10塊 一張便宜2000多 一張便宜2000多 我買10張我就比你郭董便宜2萬多啦 對不對 你郭董買了100萬張比我買的 我現在我如果買100萬張的話 那我是比你便宜更多 對不對 但是是現在看 現在看 你呢只能買10張20張 到底呢 格局就是這樣 人家買100萬張 好啦 看清楚啊 百億徵5G執照 五大電信董要去NCC面試 這個內容我沒有時間告訴你 好 你們自己去看 總之啊 總之啊 馬上要 競標了 如果給亞太電標到了 那你我都是電信業者 你是台灣大 你是遠傳 我是亞太電 我4G不如你 對不對 那5G看誰的成本比較低啊 到時候郭董他怎麼樣 他成本低 他就要搞一個怎麼樣 這個譬如說換 你是從A電信公司 要換到我們亞太的話 我給你一個方案 這方案可以優惠多少 很多人會因為這樣子 開始轉變電信業者 過去為什麼不轉 因為你亞太電收訊不好 你叫我從台灣大 再便宜換到亞太電 很便宜我也不要 因為收訊最重要是怎麼樣 要我聽得見 收訊要好 有些地方收得不好 人家不要 你再便宜人家都不要 這通信的一個基本的邏輯 但是5G不一樣啊 各位觀眾 如果我現在告訴大家 我的收訊不會比大家差 我又比大家便宜 你客戶會不會被我吸過來 會不會 你認為會不會 既然會的話 那各位觀眾你要注意聽喔 你們這些電信業者過去吃的肥肥的 對不對 你們的股價都是接近100 100多 我亞太電七八塊 未來我有機會超越你們喔 不要說超越你們 我跟你一樣就好了 對不對 我客戶跟你一樣多 你股價快100 100多 我股價七塊八塊 你覺得有可能嗎 老船長照你這樣分析起來的話 應該是不可能啊 那亞太電的股價應該 很有想像空間喔 對 到時候你們就會發現 原來10塊錢買最多的那個傻瓜 叫郭台銘 搞了半天 他最聰明 這就是人生啊 當年郭董在做垂直整合 鴻海帝國的時候 市場上絕大多數的什麼電子業 大佬都看衰小朋友 這個不可能搞起來的 後來郭台銘成為鴻海帝國之後 大家都說什麼 哎呀 郭董有眼光 有遠見 格局之大 所以那個結局就是鴻海帝國 因為他做到怎麼樣 垂直整合 人家成本就cost down 就是怎麼樣 比你在市場上有競爭力 現在郭董他認了100億的私募 將19%的比例拉到40% 也就是鴻海持有亞太電的股權 40%那市場上買的我們不知道 光你們檯面上看到的 所以這次私募他一口氣就認了100億 鴻海 那你說他是玩真的假的 當然是玩真的 用錢拿出來玩叫真的 用嘴巴 那個叫嘴炮 那個沒有用 剛剛以前有人說郭董他投資很多 也是講一講就沒有投資 那個不要算 那當然不能算 你錢沒拿出來 這個是100%的銀子拿出來 100億 然後再加上我跟大家講的 以後他建設5G所有的東西 鴻海他很多都可以自己來 自己來就很便宜 你聽得懂嗎 你們其他的電信業者 就很單純是電信業者 你不是電子公司 鴻海不是電子公司 他是電子帝國 帝國你聽得懂吧 以他要跟任何電子公司下單 拿的成本 都會比這些要來的便宜 所以我認為5G的科技 又高過4G很多 所以客戶應該會有機會重新洗牌 以後的亞太電 以後的亞太電 他的收訊 應該不會比其他家來的差 如果又比較便宜 你要不要換 既然換客戶到那邊去 他還會虧損嗎 他會開始賺錢 他開始賺錢他還七八塊 那時候老成長這一切要等很久 郭台銘他是可能長期投資 重點來了 長期投資是你在講的 下個月就要競標了 一旦標到 我告訴你 亞太電就不是這個價格 你不要沒事 真的漲停鎖住了 鎖100多萬張 假設這種場景出現 你在那邊 我本來要買的 後來因為打個電話耽誤了 講一堆廢話 對你的人生沒有用 各位格局要大 現在的股票很難做 你必須手上要有一部分的資金 要做一個中長線的規劃 我覺得亞太電是值得大家去深思的 這個公司好像要脫胎換股了 100億真的資金到位 這都是玩真的 不是玩假的 再加上老船長教你們怎麼分析5G 他如何在4G的失敗能夠翻上來 不是用嘴巴講 因為5G跟4G差太多了 不相同 小的基地台不知道要蓋多少個 你知道嗎 蓋得越多密密麻麻 那個成本 其他家是拼不過鴻海的 我直接告訴你 不相信你們可以去問電子業的一些大佬 或是怎麼樣 所謂的專家 看看老船長有沒有胡說八道 那如果沒有的話 自己好好把握 懂嗎 等到漲上去 全台灣的頭顧老師都有亞太電 這個我可以掛保證 但是怎麼樣 第一個買高 第二個可能掌停鎖 你買不到了 現在還沒有發生這一切的時候 你們可以選擇不要相信我 拜託一下 不用相信我 但是這一句話你要永遠記得 這樣各位懂意思嗎 好不好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明天繼續看下去 亞太電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薦飛機之客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創意比賽竟在運通 古海茫茫茫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制服關鍵 顧得投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鳴燈 顧得投顧諮詢電話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匯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令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投顧洽詢電話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五五八零八